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要來玩這款遊戲叫做風之物語 那之前的話應該是叫做風之十月 那我們今天會來稍微試玩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遊戲的 四大職業還有這遊戲新手可以用的禮貌需要分享 然後那這遊戲呢跟之前一樣啦都是有四大職業 分比的話是我們的牧師遠程魔然後有爆 接下來的話是弓箭手 然後一樣是遠程然後物理攻擊 再來的話是戰士則是近戰 那他也是這四大職業之中 唯一的一個近戰職業那最後他就是我們的法師喔 是遠程然後魔攻一樣是有這個爆發輸出 那這邊的話他的性別跟職業應該是綁定在一起 比如說弓箭跟法師是女生喔戰士跟牧師則是男生啦 那其中最推薦的職業當然是我們的這個魔法師喔 魔法師不管是在任何的像這種NORPG遊戲都是 相當強大的一個T0存在喔 依照他本身這個遠程攻擊就可以起到一個 蠻好的攻擊優勢喔 可以稍微把我們這個近戰 稍微放一下風箭啦 然後接下來再搭配一下他魔法攻擊的特性喔 可以在這個 打BOSS的時候 輕易的話就造成這個爆發輸出 平常的這個團戰啊刷怪也可以依賴他的群體攻擊技能 有更大的這個效益喔 所以說蠻推薦的 那個不知道玩什麼的話就可以 直接選擇我們的法師進行開局喔 好那麼也就選擇這個法師 來玩給大家看看啦 好我們就直接創建一下角色 那這款遊戲的話跟其他NORPG遊戲就是 差不多一樣的玩法 就是進去然後就開始瘋狂升級做主線 好那這邊選擇一下2.5滴 他這邊每個角色NPC都要稍微配音一下 好真的耶年輕的冒險 那前面的話就照著這個主線任務 我們一直跳掛 所以我們不自己特別去點你就算現在放著 然後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像是 做些家事 你回來的話他也會一直幫你這個 接主線任務然後去打 讓他右下角這邊都會 自動進行任務 雖然感覺他 有些NPC的聲音好像有點重複 那這邊就是他廣告打非常大的這個龍貓 等一下也是可以直接 可以看到怎麼去做 這個登錄領取龍貓 我們的第一個法師裝備喔 我們剛開始 直接一件裝備都沒有 哇這個 衣服穿上去 這個變 外觀還變了一下 這場還有做一些這個模組啊 當然有些 有些遊戲你就能穿不同衣服他的外觀都還是顯示成一樣 可以選擇我們魔法師就是 有這個好處 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妹子 像我們現在變成這個 小龍貓 等到了晚上我們就開始行動 好這些寵物 還是比較邪惡喔 我們去稍微教訓一下 稍微幫他們完成一些心願 我們大概玩到11等的時候就可以解鎖這個福利啊 我們到時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禮貌序號 這做的速度還是相當快 看到我們的這個 大龍貓了 我們11等的話就已經解鎖了我們這個 這個福利喔 我們就可以點左方這個福利 然後在這邊的話我們只要牽到28天就可以領到我們這個大龍貓 可以對4個敵人造成360%的物理傷害 而且還可以提升我們角色的生命恢復速度50% 那所以說他不是應該不是這個上限就可以直接領 要領到這個28天 好那麼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遊戲的禮貌序號 好那麼要兌換我們就可以先輸入一下這個禮貌吧 好那麼可以輸入這個 VIP 我先點一下 VIP3個6 VIP3個6 好那這邊他就會顯示兌換成功 然後接下來他就改出這個 VIP3個7 這個的話輸入都是相當簡單的喔改一下後面數字就好 然後輸入一下VIP3個8 然後接下來的話再輸入一下這個VIP3個9 VIP3個9 然後接下來是這個FDSY3個6 FDSY3個6 好然後接下來的話是這個五星討頻喔 3Q5X 那接下來的話是一些這個限時喔這個應該到這個月底啊所以說應該是最後一天喔 這個WEKLYGFT3 好然後接下來把後面這一串數字改成4喔 然後接下來的話再改成這個數字5 好那一樣的話是可以成功兌換的 好我們剛好像沒有兌換到我們再 輸入一次 好這邊他就已經成功使用了 好在我們發呆 兌換的時間他也是 幫我們去做一下這個任務啊 好那我們拿到這些獎勵我們就可以到這個上方的郵件這邊去做領選 好那這邊先打一下副本啦 來看一下這個遊戲的戰鬥 好可以放個技能 好天象 掉下來幾個冰凍 這應該是小怪喔 天象一個這個冰塊 好那成功擊敗魔國王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這個郵件的禮包好禮啊 好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有領到這個直升級單喔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最推薦你們可能到497等再用啦 這樣的話拿到的 經驗值會是最多的 當然 你們想先用的話也沒什麼關係喔 好第二個的話是我們這個保障鑰匙 可以抽取我們這個基品裝備喔 接下來的話就有一些這個其他的這個聖物喔 可以拿來提升其他的這個符吻啊刺吧 好拿到獎勵還是還可以喔而且送了這個 直升級單還蠻多的 然後這個提升柱騎以及金幣 還有我們的這個終極寵物靈尺 就是一些遊戲內的系統 的提升材料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龍女騎士喔 我們剛剛過來好像就是騎這個小火龍 而且現在這裡的NPZ好像 喔剛剛 剛剛只是沒有聲音 這邊的話又開始NPZ有聲音喔 好那麼給大家看一下這遊戲的其他圖裡啊 這邊的話有一個儲值禮包 這裡的話可以買一些這個牛仔持裝啦 需要儲值1000多個這個鑽石喔 然後經驗副本卷軸 然後我們的這個神兵寶石喔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其他的儲值甲力這個歡樂雲購啊 可以直接抽我們這個 熔岩泰坦喔戰力直接飆升4萬 那就是這好像是個座騎喔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這個黃金橘子珠啊 然後其他的話要吸其他的這個保底獎勵喔 還有限時秒殺 這的話可以直接紅色的二階模仿模卡自選喔 還有這個項鍊小光啊 這應該都是要儲值才能夠拿到喔 然後最後呢是我們的這個心目狂歡這個的話倒是只要升級就可以拿到 可以直接拿到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項鍊極光 紅色的裝備喔 一樣有非常多的這個直升一級單耶 感覺他這個直升等級送的話 好像不用錢一樣 然後這個天使之意 超之反力還有我們這個手出 看來這遊戲升級是蠻簡單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寵物蛋 也就快要孵化出來了 然後孵化出來看一下他 拿到什麼獎勵啊 好 等一下 喔拿到了這個龍貓啊 所以說登錄的話是可以直接點到這個龍貓啦 不過的話好像階級就只有N喔 要拿到這個SR的話也是要 登錄 要多一點的時間喔登錄28天啦 等一下我們後面就有跟著一個這個龍貓 好啦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風之物語或是叫風之學的你朋友需要分享以及 最強的TN職業選擇介紹以及新手的 開局福利分享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